1735年 英国人哈里森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航海钟 通过计时算据 破解了当时航海钟 人们难以计算精度变化的障碍 航海钟的出现 让计时 测距 地图等要素结合起来 整个18至19世纪 钟表法导航术不断进步 现代导航的科学雏形渐渐清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 几乎将全人类都卷入了一场灾难 1944年9月 英国伦敦传来一声巨响 一枚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德国火箭 袭击了英国的首都 纳粹德国寄希望云秘密武器来震慑欧洲战场 这种被称为V2火箭的武器 使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弹道导弹 事实上 纳粹德国从1932年就开始研究超声速火箭 由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担任总设计师 他的研究成果最终没有帮助纳粹赢得战争 却意外成为运载火箭的先驱 1945年4月 纳粹德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败退 美国和苏联开始着手 抢夺德国的高科技成果 这段模糊却无比珍贵的影像 是美国人获得德国V2火箭后 发射进入外太空拍摄的画面 这枚火箭让人类第一次目睹 宇宙的真实景象 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 火箭与导弹技术飞速进步的背后 意味着航天的启蒙时刻 很快就要到来了 1957年10月4日 苏联向太空发射了 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它的名字是斯普特尼克一号 俄语译为同行者 正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 对苏联卫星率先进入太空 感到莫大的恐慌 为了侦测卫星的飞行 美国人几乎全程都在追踪这颗卫星 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发现 当卫星靠近地面接收机时 收到的信号频率会逐渐升高 而飞过后 频率就会逐渐降低 这一现象 被称为多普勒效应 美国的科研人员意识到 根据同样的原理 如果确定卫星的位置 就能够反向确定信号接收机所在的位置 这一偶然的发现 成为后来卫星定位的理论基础 就在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后的第二年 美国海军立刻启动了名为 紫武仪计划的导航卫星研究 成为人类卫星导航时代的开端 紫武仪卫星导航系统 于1964年投入使用 直到1996年 被GPS全球定位系统完全取代后 退出了历史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